各位U-Car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又輪 Tesla Model 3這款車在2019年8月的時候正式在台灣上市 那目前它已經成為了台灣最受歡迎的電動車款 那包含我們U-Car也在不同的時期 購入了不同等級的Model 3作為我們的公務車座使用 那相信許多Model 3車主應該也會跟我們一樣 在經歷了這幾年的使用下來 也會面臨到有換胎的需求 過去我們也針對我們Model 3 Long Range 19吋的車型有使用過不同品牌的胎款 剛好在今年2022年的時候 許多輪胎品牌看準的在售後換胎市場的人需求會越來越大 因此他們今年就陸續導入了許多像Tesla Model 3這種 純電動車專用的胎款 在我們同事的使用經驗中我們大家都認可說Model 3豐沛的動力輸出 沒有引擎帶來的震動噪音 它的優秀的能源管理以及能耗表現就是它最大的優點 那可是相對來說呢 Model 3的缺點呢 就是在於說 它擁有比較粗糙的車輛的乘坐舒適性 那以及它的車輛的隔音其實做的是不怎麼好 這些是我們常會詬病的地方 當我們Model 3 Long Range 車型呢 換上一般的運動型胎款的時候呢 雖然說它仍然是保有非常強大的抓地力 可是呢 相對來講它卻因此呢 犧牲了車輛的續航力以及乘坐的舒適性 這一次呢在為我們18吋的Model 3 挑選換胎的選擇的時候呢 我們鎖定的就是在於 最新推出的EV車專用的胎款 那麼看準了電動車的換胎市場呢 日本Polistone算是在這個領域呢 腳步相當快的品牌之一 在2002年的暑假呢 它導入了這款Turonsa T005 EV這個電動車專用的胎款 它首發的規格呢 就是Tesda Model 3 18吋的規格 23545R18 那相對於呢 原廠的配胎 迷行PS4 或者是售貨市場的e-Primacy來講 Polistone T005 EV它在規格以及數據上呢 它更符合我們U-Car對於公務車的要求 它注重施力安全性 那以及它注重它的舒適性 那更重要的是它有延長續航力的這個特色 那因此呢我們選擇它作為我們這次 Model 3的換胎選擇 那T005呢它是普利四通呢 相當招牌的高階轎車胎款 那同時呢也獲得許多 日系以及歐系的豪華品牌 選用作為原廠配胎 T005 EV呢 則是在T005的基礎之上呢 它針對電動車的需求去做強化 那其實從花紋來看 你可以看到T005 EV跟T005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但是細看的話你可以發現 T005 EV呢它在花紋間的 溝槽的部分它導入了像是閃電狀的3D型設計 那這樣子的設計的用意呢是在於說 輪胎滾動的時候呢它可以維持 它的胎塊的強度 然後進而呢來抑制 所謂的偏模號的狀況產生 那對於電動車來講是相當重要的 T005 EV呢最重要的科技優勢在於說呢它導入了日本普里斯通的Enlighten科技 簡單來講就是說它可以讓輪胎在維持高水準的舒適性以及抓地力的表現之下呢 那透過結構調整 花紋設計 以及配方的調整 這些方法呢 它讓輪胎整體的滾動阻力獲得下降 然後同時的輪胎剛性也獲得提升 那這樣一起來呢這個輪胎使用的壽命就可以再延長 那更重要的是呢這個Enlighten技術呢還可以讓輪胎整體的重量大幅度的減輕 那這樣子一來在電動車上面呢它可以獲得更簡單的優勢來滿足它全方位的需求 另外一個我想要特別提的就是說T005 EV這款胎呢擁有了B-SILENT晶瑩科技 那它跟原廠的米其林PS4一樣 它在輪胎的內側呢都設有晶瑩棉 T005 EV的晶瑩棉呢寬度比較窄但是厚度呢比較厚 它的功用呢就是抑制輪胎的細微震動 然後呢同時吸收震動的噪音 那因此呢我相信這款胎呢它在精密性的表現上是 具有一定水準的 那插野是呢收入市場中EV胎的選擇裡面呢 唯一18吋擁有這樣子配置的輪胎 從我們更換T005 EV在我們Model 3上面的話 目前已經經過兩週的時間了 那在同時的南來北往的使用之下呢 它也很迅速的就累積了超過1600公里的里程 那就我的感受上來說呢 T005 EV呢它跟原廠的PS4相比呢 你可以感受到它明顯 比原廠的胎稍微軟Q一些 就是你在使過這些比較不平的路面 或者是壓過交接縫啊 然後貓眼石這些的地方 它的感受呢會比較和緩一些 那也是包含說呢 車輛可能在不平的地方上下震動 像我們現在在18標的車上下晃動會比較厲害的時候 那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回饋其實是稍微比較和緩一些 那連帶的也讓整體的舒適性 會比原廠的胎表現的會比較好一些 那我想這也是因為T005 EV它是基於一款舒適型的轎車胎來做開發 那這也是它的優勢之一 好那麼在噪音表現的部分呢 其實我認為說T005 EV跟原廠的PS4相比 其實兩者的噪音表現其實大同小異 你其實很不容易區分到哪一條胎是特別比較安靜的 那其實這也呼應了就是說其實兩款胎呢 它在歐盟通過噪音的部分 它們都是拿到等級B的成績 那比較常使用Model 3 然後比較常開高速公路的同事 他告訴我說 那個由於Model 3在輪拱噪音的處理的部分呢 其實表現的並沒有很好 那可是相對於其他的胎款的話 那原廠的PS4 或者是現在我們搭的T005 EV 那其實整體的噪音表現都比 非EV胎來的好很多 那我認為說其實這兩者 在噪音的表現上其實都有頂尖的表現 好那麼在歐盟的輪胎標籤中呢 Polistone T005 EV呢 它在滾組方面的等級呢 它是比原廠的PS4還要高的 它是最高的A級 那麼再加上呢 原廠的Polistone Enlighten科技的導入 那輪胎的滾組更低啊 重量更輕 那這樣子也代表說呢 它會有更好的節能效果 在使用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到呢 T005 EV在Model 3上面 當我們進行滑行狀態的時候呢 它可以滑行的距離呢 比過去更遠 那也代表說呢 它原廠上會有更好的節能表現 那麼在山路操控的部分呢 那雖然說T005 EV呢 它還是一款以舒適型轎車胎為基礎的產品 那在連續彎道的激烈操駕下呢 它的反應回饋 那其實還是沒有比原廠的PS4來得快 可是呢 它畢竟還是一款 絲抓等級A的 頂級產品 那再加上呢 T005 EV它還是有針對輪胎的剛性 進去做加強 那再搭配在Model 3這一款 重量比較重的 電動車上面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發現到 在山路的連續彎道操駕下呢 那其實從開始到結束的時候呢 它都可以 給你一個蠻穩定的 支撐回饋的 那不會說 開到最後呢 這個胎呢 就已經喪失了整個支撐性 然後有這種 軟咖的狀況產生 山路的表現其實我認為 還可以給你一個很穩定的支持 這樣 好 我們現在呢已經快要結束了一天的拍攝行程 然後我們現在也回到充電站來做補電了 那藉這個機會呢 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耗能表現 就目前來看 在安裝了T005 EV之後呢 我們Model 3的耗能表現 那其實呢 是跟過去搭著原廠的胎子表現 目前來看是不向上下的 那或許是這兩周的行車型態呢 目前還沒有辦法 凸顯T005 EV 在滾組上面的優勢啦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或許呢 可以 可以等到就是T005 EV在我們Model 3上形式已成超過一萬公里之後 那我們到時候呢 再跟各位網友分享說 T005 EV它的磨耗狀況 以及它的長期的耗能的成績是如何 那目前就以市場現況來看 那 已經陸陸續續呢 有許多的品牌 就針對像是Model 3之類的電動車 推出EV專用的胎款 那就客觀的認證 像是歐盟的輪胎標準中呢 它就是18吋胎裡面呢 唯一擁有 那個 AA認證的胎款 那它的Enlighten技術 然後B3的科技 以及它原本T005就很強亮的名稱了 它也為T005 EV這款電動車胎的表現做了背書 然後我們在實際使用上的時候呢 我也認為說它確實滿足了我們U-Car對於電動公務車的需求 它放大了Model 3的優點 然後同時它也縮小了Model 3的一些缺點 讓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更得心應手 那如果說呢 你也是Model 3 18吋輪胎的車主 那面臨到了換胎的需求 那想要找一款呢 可以滿足 在舒適性以及續航力 然後呢 同時它的性能呢 也不輸原廠胎的胎款的話 那我相信這一款 Policetone T005 EV 那是你一款 可以納入考量的選擇之一 那今天的講解呢 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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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gelir